加油站都设有禁止使用手机的标志 只不过这回接打手机的人却是加油站自己的员工 高雄有一名汽车驾驶 从后视镜看到这样的画面吓得冷汗直流 而经过中视记者查证之后更发现 这位加油工竟然还是大夜班的领班 若不是车子没油 没人会去加油站 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加油站明令 加油要起火 严禁烟火也不能讲手机 就怕发生意外 但这画面令人惊恐 在后视镜看到什么 加油站员左手握油枪右手攻点威 人就蹲在汽车加油孔旁 让车主吓得直冒冷汗 很危险 很危险 对啊 会不会觉得麻烦 会啊 也没有机会吧 其实我不会用这样 不会去用也不能用 只是没想到在加油站使用手机 不是别人就是站员 他有时候以后就是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加油站业者表示 这名夜班的领班站员 因为其他临近加油站紧急调度换林前 才通过电话联系 或者手机都会统一放在办公室 但往往魔鬼藏在细节里 一个不小心 真是害人又害己 中式记者高雄报道